對於有三名報館記者 闖入新政府總部 特首辦公室而被捕的事件 保安局局長李兆光說 政府是非常尊重和保護新聞自由 並強調警方不會流難記者正當的採訪 政府總部裏面是很多機密的文件 所以政府的建築物 我們的保安都非常重要 但我可以保證和大家說 警方一定不會流難記者正當的採訪 三個報館記者分別來自明報和星島日報 在被捕後扣來中區警署協助調查 星島日報和明報分別發表聲明 表示記者進入新政府總部 只是為了採訪並沒有進行非法行為的意圖 對警方拘捕記者的手法表示遺憾 而明報的聲明指 他們的記者在獲得許可證 來到新政府總部採訪 在昨晚6點 途經行政長官辦公室大樓 看到道門打開 於是和兩名記者一起進入觀看新辦公樓內部 期間被警方截查 只是對試驗企圖爆竊帶處調查 警方就說 三個記者在現場被發現的時候 並沒有作出可信的解釋 其中兩人曾經出事懷疑無效的訪客證 警方已事件爆竊拘捕三人 但經過翻看現場錄影帶 和向保安員錄取口供後 相信三個人都沒有犯罪意圖 於是將他們無條件釋放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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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